网络近日流传着反毒宣断导片淡定片 这个内容是模仿曾经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影响 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个美女是拿着这个蛋糕 在诱惑男子吸毒 男子却非常淡定的拒绝 但是这个影片一出笼之后呢 却被绿尾批评 说这不像是反毒广告 反而比较像是减重广告 哎呦你真的不嗨一下吗 来嘛 到底要不要嗨一块 我不要 行政院反毒宣导短片 找来淡定歌跨刀 也嫌辣妹用毒品诱惑男生淡定拒绝 演员演的卖力 只不过这短短36秒的广告 却引来一片骂声 来过来嗨一下 嗨不嗨 买小孩 立委痛逼广告白目 还说这根本不像反毒广告 反而像减重广告 拿着蛋糕诱惑人吃一口 网友看了也直摇头 说完全不懂广告要表达的意思 还有人讲原本不想吸毒的 看完广告都想尝试了 只说这广告烂透 根本没有宣传效果 根据了解 这支影片是由行政院发言人办公室 做的政策宣传广告 现在被批浪费钱又没效果 公布门争议广告 在一天一中 中天新闻林明珍台北报道